Meta旗下的臉書等相關平臺 前天深夜突然無預警大當機 影響全球網友 表示自己被莫名登出 輸入正確密碼也無法登入 在經過兩個多小時搶修後 才陸續恢復正常使用 而有科技公司執行長 更收到疑似詐騙集團的email 似乎想趁著當機事件行騙 用不了社群平臺實在很困擾 Meta旗下的Facebook Instagram 在臺灣時間週二深夜十一點多 發生大檔機 而且不少民眾發現被無預警登出 就算輸入正確密碼也無法登入 還有人以為帳號被盜了 網路有問題 我有輸入密碼 而且我現在臉書其實還登不進去 因為他要我用另一個裝置登入 然後我就 我還在 就是我還沒有時間去弄 網路一片哀嚎聲 甚至引發美國白宮國安會密切關注 在經過兩個多小時搶修後 用戶才陸續恢復正常使用 對於發生原因 Meta只表示是技術問題 沒有具體說明細節 但有三大駭客集團 聲稱是他們聯手發動網工 造成人未被證實 不過詐騙集團似乎也趁著 當機事件行動 信箱中突然出現掛名 Facebook的信件 提供更改密碼的驗證碼 讓科技公司執行長林怡靜 馬上提高警覺 因為他沒有在Meta當機期間 申請壞密碼 林怡靜也提醒民眾 收到這種E-mail 應特別小心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林怡靜指出現在詐騙郵件或簡訊越來越會以假亂真 更利用民眾恐慌心理行騙 不可不順 記得綜合報導